戴着墨镜跟帽子坐在中间被子孙围绕的高凌峰笑得好开心 这是今年高凌峰过年办的团圆饭 陪伴他的有长女葛小慧 二女儿葛小杰 还有阿宝葛紫阳跟宝弟葛兆恩 还有外孙女 这时的高凌峰头发全白 嘴唇浮重 精神看得出来很不好 谁也没想到这竟然是他跟俄孙们的最后一顿年夜饭 宝弟弹吉他 高凌峰拖着病体坐在轮椅上 父子俩同台合唱 其实高凌峰跟三任妻子共生有六名子女 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唯一的儿子宝弟 我希望我跟他同台的时候 这份记忆在宝弟未来的人生中 变成他在挫折中的时候 永远陪伴着他度过所有的困难 谢谢 老泪纵横让台下所有观众红了眼眶 为了独子想闯荡演艺圈 重病产生的高凌峰 即使人已经销售 还是不顾病情拉着全家上台 替唯一的儿子铺好演艺路 自从宝弟透露想当艺人之后 高凌峰带着宝弟四处表演 看得出来爱子琴切 为了捧红儿子获尽全力 就是希望能靠自己的声势 替儿子站稳演艺路 等人新闻黄书伟连达发 在台北报道